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安 大家好 还是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 今天台股跌了192点 算是跌了比较惨重一点 这一波整个反弹的弧度700点 最高点16 316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往回算 如果跌了350点 那就很不妙了 这地方表示大盘要开始回档 完全转弱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们昨天盘面上 很明显的是什么 当然航运股涨最凶 航运股昨天累股涨5% 整个成交比重超过30% 比电子股还要多 所以昨天盘面上的焦点 每一个人都说航运股转强了 张宇明没有跟你这样说 好 昨天外海涨停 长龙衙明涨7% 整个成交值盘盘里面 最强的当然就是航运股 所以每个人的焦点 每个人的解盘 一定跟你说航运股好 可是我没有这样讲 今天航运股就乱啪啪了 对不对 好 张宇明怎么跟你讲航运股的 这卖压太沉重了 看到吗 这格局是不对的 压力太沉重了 我们昨天的确是这样跟你讲了 跟别人都不一样 今天航运股就下去了 上不去了 航运股怎么看 我昨天已经讲了 我不看好吗 讲过了 股票操作一定很简单 你要达到这种境界 如果你没办法达到这种理想境界 那你操作一定很辛苦 就算你赢了钱 也是心惊胆跳 对不对 什么境界 要能够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将来卖才会开心 如果你中金过程 心惊胆跳 胆子都吐出来了 你赚钱也不值得 搞不好赚钱还要去看病 所以很简单 你必须能够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将来卖的时候 才会很开心 这就是股票操作的理想境界 那怎么样达到这种境界 达到了以后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 聊天喝茶 盘中很轻松很悠闲 那你要看懂股票什么 看懂它的架构 你才不会买错 股票架构非常的重要 一旦股票上涨 第一个架构不正确 什么都不用谈 所以架构没有正确的股票 你追它没有用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 航运股一样 那个架构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所以你去买它就没有用了 好 苍龙 几个卖出讯号 123456 这么沉重的卖压 它要突破当然很困难 它当然压力很沉重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你就不用追了 你追也没什么用 懂意思吗 好 大盘的格局 天哪 上档1234 四个卖出讯号 六个卖出讯号 压力非常沉重 都还在空头格局 那你这一段你乱追多单 你势必会受到伤害 目前就是一个空头反弹而已 就这么简单 张艺明我跟你讲过 我不放弃做空 搞不好到时候手上 多单也有空单也有 所以你操作上要很小心 我这段话都早就跟你讲了 我没有跟你丝毫的改嘴 大盘的格局 空头没有改变 电子股的格局 空头格局也没有任何改变 你早就该出场了 不是报这一段 再来痛苦万分 等解套 看有没有国安基金来救 做股票不是这样 那就背离了理想境界 买得安心 报得放心 卖得开心 那不是这样 你报得心惊胆跳 等待人家给你救援 那做股票就很痛苦了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格局 没有丝毫改变 就是空头格局 目前顶多空头反弹而已 好 大盘已经跌超过3000点 反弹700点 目前快要吃掉一半回去了 电子股 来到16个月低点 比大盘跌得更凶 所以你说 这波受伤的人会不会非常多 那必然的 这波受伤的人 势必 因为来到16个月低点 势必很多人都做错边 伤得很重 所以不管是大户 还是散户都一样 总要输过才会清醒 钱变少了 突然间就好像醒过来 好像酒醉醒了 喝太多酒 喝梆了不知道 突然酒醉醒 怎么会这样 钱怎么1000万 剩不到300万了 所以散户也一样 大户也一样 什么时候才会清醒 很简单 钱输了就清醒了 大部分钱输掉就清醒了 后悔了 我怎么会这样做 当时怎么会买这股票 真是鬼遮掩了 你不应该这样做 对 因为输过了 有些人就开始清醒 当然有些还没醒 好 那我们台积电什么格局 这空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那你为什么报到现在 那你现在会这样买 以后也是买类似的股票 所以你在股市里面 就是永远住在到房里面 过了痛苦的日子 因为你买的股票都是错误的架构 懂意思吗 那你这样就不会有 开心的一天 你就没办法这样盘中 喝茶聊天这样 很悠闲 然后做完股票会赚到钱 哎呀 那就太开心了 这格局是不对的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当然会赔钱 好 台积电高点188 跟这个688 跌到了这波低点505 这波跌掉183 很多人输 真的是输得很痛苦 输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这必然的 因为你很相信他 你觉得他很好 那赞米一再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你都不相信 那最后当然你就会中伤 伤得非常非常的重 好 我们看台积电外资 外资从高点 天哪 这都卖超 卖得稀里滑 卖得天哪 卖得 卖疯了 那你都看不出来吗 连老师都没有跟你讲 台积电外资 把他当提款机 拼命的卖 拼命的卖 都没跟你讲吗 所以你报这一段 你怎么可能不受伤 懂意思吗 有一个大户 买了600张 600张给他算 大概4亿多 所以他当然是一个大户 光一档股票 就可以拿4亿来买 他怎么可能是散户 买了600张台积电 最后他赔9000万出厂 这经济日报登出来了 有没有 他最后赔9000万出厂 所以是不是很多钱的人 大户 他就会做股票 不一定 大户只有一个 百分之百确定的 他如果输钱 也是输一屁股 输非常多的钱 你买600张输了9000万 你看这报纸登出来的 他不可能是散户 一张股票 花4亿多去买 当然是大户 你看有4亿多的人 也没有很多 他竟然可以 也被9000万出厂 所以我们说 是不是大户就一定会做股票 有钱就一定会做股票 不一定 有钱我可以确定 输一定是输大的 他没有再输小的 一赔就9000万 你看多可怕 所以他说没有 不是有钱就会做股票 这很多人把他搞错了 不是有钱就会做股票 没有这种事情 好不好 有位投资朋友 刚加入我的客户 他有一些手上的持股 希望我帮他看一下 就这几档股票 我们看一下 连电台积电 友达 长龙行 跟台胜科 我刚刚讲 连电讲过了 台积电 我们看台积电讲过了 长龙行 对不对 这不对 这空头格局 所以你都买习惯 买这种股票 你就会赚不到钱 而且经常住在套房里面 懂意思吗 未来希望会很渺 优达已经跌一波下来 已经跌超过三成了 到目前为止 空头格局 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是不对的 这样懂意思吗 台胜科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高档怎么样 最高点的时候 这个376块的时候 第一条线非常短 下面长 如果把它当做椅子三个脚 这个椅子特别短 这个脚特别短 这两个脚很正常 可是一个脚特别短 请问这种椅子你敢坐吗 你坐不会怕跌倒吗 因为不稳 你第一脚特别短 这种椅子你坐会跌倒 这叫所谓的邪恶的第五波 技术面很难解释的邪恶第五波 在股神系统里面呈现就是这种格局 然后就秀下来就是五成 到目前为止 修正还没有完毕 我这样讲应该很清楚了 另外一档也是一样 这也是邪恶第五波 就是经豪科 一样的格局 股价来到最高点 182块 第一线很短 几乎在零走 二三线还可以 但是一下来又是五成 天哪 邪恶第五波真可怕 那请问你看得懂邪恶第五波吗 全台湾只有在我们再跟你提醒 什么叫邪恶第五波 大多头行警才会有所谓邪恶第五波 一般行情是不会有这种格局 这种邪恶第五波 很多人是没办法判断的 买到短短一个多 就是五成 真可怕 目前还没修正完毕 好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经济日报 出手打自己的小孩 为了什么 为了台积电 为了联电 有人说联电60块以下 台积电600块以下 都是老天蕾送的礼物 结果跌到五百零五 所以很多投资人 就靠点去报社抗议 到最后报社没办法 只要打自己他们 所谓的排安榜第一名的 操作第一名的老师 来给投资人看 让投资人消消气 不要再讲胡说八道 这是不对的 好 联电 投资朋友 60块以下是老天蕾送的礼物 我要跌到43块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这样受到很大伤害 大家就打去报社 看干狗 三字经 所以报社没办法 登一个报纸出来 这个分析师跟我们没有关系 不要鬼扯 打他的脸 当然这谁自己去看 我不想讲他名字 也不能讲 好不好 股票市场会斗空循环 但是人不会 有些人说 这个会斗空循环 输久了就会变赢 赢久也会输 在我连续上留言 我听你在鬼扯 股票市场你输家还是输家 不会是输了 输很多钱 然后晚上很难过 早早就会睡了 越想越不甘心 然后一边流眼泪 然后一边睡着 这个脸上都还是裂痕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突然间 隔天早上六点多醒来 哇 我会做股票了 我睡觉醒来就会做股票了 我听你的胖皮 没有这种事情了 不要傻了 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 你不会就是不会 不会啊 睡觉醒来就变赢家 那是不可能的啦 所以输家要变赢家 很难 那赢家因为他你懂方法 懂技巧会看架构 你说赢家马上要变输家 也很难 甚至更难 懂意思吗 股票会多空循环 人不会 你没有方法 没有技巧 你最近输 你接下来还是输啊 你2021年输 2020年还是输啊 懂意思吗 这观念要搞清楚啊 投资人观念搞不清楚 这会多空循环 输一输下次就会赢了 我听你的胖皮 没有这种事了 不要鬼扯了 好不好 好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 这是我们台湾的24节气 24节气都是看国历的 不是看农历的 好 就所谓的冬至 每年冬就12月22号 冬至 比如夏至 6月21 这是夏至冬至 那你看这里面 小寒大寒 很冷的意思嘛 天气很冷嘛 好 那这边呢 这个小暑大暑 这暑气很重嘛 很热嘛 小雪大雪 这个应该也是很冷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有小寒大寒 小雪大雪 小暑中暑 那有一个小满 可是没有大满 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都是没有 为什么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大家想想看 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 没有所谓的大满 懂意思吗 他只有小满 他不会有大满 也就是说 这人不可以太骄傲 所以他只有小满 大满 满则开始 月圆开始就要变缺了 所以他不能有大满 他在节气编排上 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很有意思 那这小满是什么时候 来 小满是 这个5月21 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 24节气中最好的季节 叫做小满 小满代表什么 代表雨水慢慢多了 倒睡也慢慢饱满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 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 就像一个女生 十七八岁 她是不是很成熟 没有 可是她已经相当的 挺挺毅力了 看起来很迷人 也很天真 还蛮可爱的 但是已经有大人的样子出来了 非常的棒 好 所以小满是一种 人生的态度 不要大满 太骄傲 目中无人 不要这样 他只有小满 所以我们小满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人生不满 小满是不自满 代表说我们是很不自满 不是说我们很骄傲的意思 知道自己的不足 因为还没有完全 所以小满是一种 人生的小满是不自满 是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人生态度 人生的一个哲学 所以我觉得二四节气里面 最好的就是小满 上个礼拜的礼拜六 5月21号 就是小满 最棒的日子 好不好 来 小满 做一首诗 月有 元切 花有落 股市 极有 极有很少的意思 极有 常开怀 大部分都满输钱的 然后什么常开怀 每天在笑的 不可能 大部分都输家 套一屁股 所以股市 极有 就少有的意思 常开怀 一招贵人 来相助 有一天你碰到贵人 来帮助你的 终归 小满 胜万全 你不可能大满 小满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如果能够这样 人生就已经很美好了 天边就出现 一道彩虹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古式的一个哲学 也是我们中国人 古人的一个大智慧 好不好 好 何须多利盈亏事 终归小满 胜万全 所以如果每个人 能够做到小满 连续赢他个三个月 开心了 这股市人生就很美好了 对不对 好不好 来 这三个月 我的每个客户都是小满 每个都在笑 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今天是5月24号 4月24日 3月24日 张爱民3月2月22日 就开始放空 放空 每一笔都赢 做每个客户都在笑 小满 非常开心 客户每天都在笑 这三个月 每天都是小满的状态 终归小满 胜万全 人生太美好了 就是应该这样才对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当然张爱民说小满 那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比小满更强了 当然有 三个月小满 那这赢一整年 2021年每档 韩国都是赚钱的 这个太了不起 一整年 对不对 这太了不起的 张爱民只有超过两档 说2021年都赢 不好意思 我超过16档 16档次 有的做多 有的做空 每笔都赢 所以不是一次 也不是两次 16次 每档都是赚钱的 这比小满 有没有更高层次 当然有 这很开心 非常愉快 就是这样 这就是股市人生 好不好 最高点的时候 7月20 张爱民跟你讲 韩一股挂掉了 韩一股抗农游会 意境里面的话 叫抗农游会 怎么样 开始要以天涂隆 有啊 有讲 这电视画面 全台湾只有张爱民 跟你提醒 最高点跟你讲 要开始以天涂隆 我讲的 电视画面 有啊 没错啊 这边 这就是股市人生 就是有时候走出去 很多人在村庆我 看到我都跟我庆礼 啊 张老师 哇 太感动了 谢谢 谢谢 我也不认识他 也不知道他是谁 像有一次我去白沙屯 白沙屯的左手边 庙门口是卖纪念品的 纪念品的一个小姐 看到我 说你 我戴个帽子 你也戴口罩 疫情嘛 戴口罩 你长得很像 露出一点眼睛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偶像 我说你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张宇明 我说是哦 那为什么是你的偶像 因为我看他 每天都看到他讲股票 如果我没有看我 他睡不着 他讲得非常客观 非常准确 我非常喜欢他 然后就把帽子脱下来 哎呦 他眼睛张大了 感觉好像气氛像 我这帽子在哪开一点点 哦啊 你是张宇明 哦 我好高兴 哦 又跳又叫 又跳又叫 哦 看他偶像了 你看 我戴旁边的家人去 他们都很高兴 老师 这个爸爸 哇 你怎么这么受欢迎 我说你才知道 我希望你将来长大 能够跟我一样 好不好 来 就是人生 好不好 2022年 2月7号到5月12 空单全部都回补了 空了几次 赚钱的回补了 44次 不想写40次 又写43 轻松把他放口袋 你看多开心 这一天回补完 反手做多 有啊 我有讲反手做多 做多谁 利器店嘛 还要做多谁 金采科嘛 这44笔 全把他放口袋了 开始反手做多 做短多 我跟你讲做短多 我不会放弃放空 好 做短多 有没有 来 一笔回补了 10% 第二笔回补了 4块半 这大概8%左右 在这边 这多开心 全台湾最有钱买的客户 就是我的客户 因为他们忍三个 要放空总是张数有限 龙卷不多 10张了不起的 老师我很想出手 一百张的那种 等我做多的时候 一讲做多 一百张都下去了 两百张就下去了 大有人在 我的客户很多 钱又多 所以想想看 你不要小看 这4.5 这一百张 45万 这很开心 好不好 好 当然绩效有两种 一个叫真正的 一个叫吹牛的 真正的绩效 永远比不过吹牛绩效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 谁多厉害 他赚多少 你不要跟他吹牛 不要跟他来这一头 好不好 这三个月 请问客户 有没有每天在笑 我的客户有 他这边有 请问你有吗 只有你的老师在笑 你没有在笑 你在哭 不是吗 我们的客户 每天都在笑 这三个月 好不好 多开心 轻松 聊天泡茶 张艺民这三个月 盘众都在干嘛 聊天泡茶 你老师敢不敢这样讲 敢不敢这样讲 告诉我 敢不敢 一定不敢 敢就被人家骂死 对不对 好 张艺民的YouTube 从来没有关 为什么很多YouTube 都关掉了 为什么不敢开 开了被骂死 不敢开 张艺民YouTube 从来没有关 你看张艺民节目 从来都没有优惠 也没有什么专案 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样 可以做到生意 因为我每一笔 都是真实的 懂意思吗 很开心 对不对 就这样就好了 分析是把版本做好 会员带好 这个避开风险 就是最大优惠 有没有道理 如果做了不够 我会再把它做好 如果好的 我会把它坚持下去 好不好 来 跟紧高手脚步 你就可以看到股市 最美丽的风景 好不好 来 小要数A25006999 这部LINE 大家里买 你可以加入 搜寻LINE 加入完 电话留下来 有任何问题就发上来 你想要了解股神系统 你了解你手中的股票 什么格局 都可以 问问题是不用钱 只有跟着我们操作 要付费 记得 小要数A25006999 好 电话记得留下来 把时间交给明乐 好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你回到 掌碟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们看完这个新闻 护邦金 前四月已经赚了 EPS超过5块钱 这多可怕的数字 对不对 前四个月大赚145块 已经赚了5.17 才四个月 头这边一年十二个月 如果把5.17乘以3 不得了 一年赚15块 吓死人了 对不对 那请问股价在哪里 股价挫晒了 看到吗 这么赚钱 为什么股价挫晒 所以一定有原因 不然它怎么会这样跌 不可能 它应该涨到天花板 怎么会在这里 好 金融股也一样 怎么会突然间 这一个多会这样急跌 跌到半年的低点 所以想想看 有没有原因 有 可是你可能不晓得 你还傻傻在那边等它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当然这次防疫险 防疫险出了大问题 这个到底要怎么赔 三百多万张的保单 到底要怎么赔 怎么样才算有 这个大正义 当然金管会态度什么 理赔海啸 好 金管会正义就说 你们要拔败 保费要给他收钱 要理赔 这要假啸 拔败 他不认同 金管会说 保险也在拔败 你该赔就拿出来赔 不要耍赔 对不对 这金管会的态度 好 今天的新闻 残险列估可能要超过四百亿 天哪 你看多可怕 赔下去很多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一张保单 一张保单 毁掉半个保险率 怎么这么恐怖 一张保单 效果是什么 像这个 行安东京海上 他的股本三十亿 这次如果两成理赔 要八十四亿 两成 都这边 两成就好 一百个 二十个中就好了 二十个确诊 他要赔八十几亿 那不就把股本都赔掉了 对啊 你看多可怕 好 像这个 这叫什么 和泰 和泰股本二十亿 如果两成要赔六十亿 下死人 这是中性 股本二十亿 如果两成理赔 要赔四十亿 两成而已 如果四成确诊 如果六成确诊 那还得了 赔下去不得了 所以这套金融 这个理赔海啸 所以一张保单 把很多公司都毁掉了 所以你说 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什么 就是海外的投资亏损 这一次 很多国家海外 都是在一年的地点 美国 道琼 NASDAQ 什么S&P 通通在一年地点 德国 法国都是 日本 韩国都是 那你金融会投资产 外的钱 差嘛 赔死了 这边有写出来 第一季就赔2400亿了 所以你看后面 第二季还没算 所以金融会问题 没那么简单 难怪它会这样跌 天哪 如果4S8 你看到卖出去 那赶快把它卖掉 这一段 你就不会赔了 有没有道理 好 互帮金 就转空了 撞那么多钱也没用 空头格局 好不好 学位这招 你会发现天边 就会出现一道彩虹 来 网家 真彩 天哪 都跌58 8块6成了 那如果你们避开还得了 那怎么知道这段要避开 空头格局 很明显 这空头格局 同意是吗 新谱 发力多 天哪 跌下来的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看懂吗 好 预创 要攻AI 什么格局 跌4成了 空头格局 所以会跌倒的原因 只要你看得懂 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你那股票市场 只有一个目的 要赚钱 那指標市场账到钱 要看懂股票架构 还有很多股票 时间不够 南电 天哪 ABF破底了 景硕也破底了 只有一档还没破底 但是也转空 这很危险 新鲜 金箱电 这也是这个 PCB的 这也是转空 压力非常沉重 齐鸿 高档 卖出巡套 压力一堆 这很危险 联发科 I设计龙头 这都不对了 链勇 资源 高档 一大堆卖出现 RAP 一大堆 讲不完 到这边 所以很简单 这时候要找到一个 对的人就可以 你就可以反败为胜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没有时间的关系 整个关系 小小组A2500699 这是我赖阿尼玛 你可以加入 有任何问题 发上来 电话记得留下来 在那边回答你 时间交给民乐 听听官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资格比有价证券 无不当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